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级围棋教室 我们继续研究关子技巧 我们下面先来看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形状 这个棋 虎比较多 虎是正招 虎比较多 但是如果立的话 将来这地方就有些关子 我们来看有什么样的关子 那普通收关 如果扳 扳掉这步之后 就没有什么棋了 因为你这时候无论点哪个 它就顶住 你长 就团住 没有用 那也就是挡这步线手 挡给它一打吃 这样就没棋了 这样是六目 一二三四五六 这将来还会提一步 这样是六目 我们来看别的棋 直接点 这是好棋 直接点 先看它走 先看它走什么 那它顶 长是没有用的 还是一样 你如果长的话 它团住 你加 它可以从后边打 你打它接 你打它提一二三四五 这还有一个提 这样大同小异 它仍然有个提 也就是挡 还是挡这步线手 那么这个时候 点顶长也不是考考感觉 这起来就有步跳 这时候看它走什么 它如果接 它现在几种下板 一种是接 接的话就挡 这下这个不入气 如果接 就搬 这样的死活都有问题了 打就接 这样就死了 它只有扑 这样挺麻烦 这样扑提 就是打结活了 这样不行 不能接 所以这个时候 被一挡 白棋不好弯 白棋可以扑 提了 始终打的这个结 那白棋打吃 这时候黑棋可以不理了 将来一扑 能够把这俩吃掉 留着这两个扑 这个棺子是白棋 比较麻烦的地方 所以先点 它顶再跳 那白棋呢 还有其他的走法 比如说团一个 团一个的时候就爬 不要接 接肯定没棋了 爬 立 这棋不要打 你如果打这个 那它能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打这个 一个是打这个 这两个选择都有 它就有这个选择 所以这白棋呢 一般是立下去 黑棋现在断 白棋打 这样呢 黑棋呢 打提 提有吃 后有吃这两个的手段 要吃的这两个呢 白棋三目 黑棋呢 四目 等于白棋还少了一目 整个这一代 白棋比它还少一目 这多了个冲 就算是白棋没目 双方没目了 所以这地方先点 再顶 再跳 黑棋呢 没有太多选择 白棋呢 选择不大 因为白棋呢 两种 一个是接 它挡 扑 这样呢 准备 棋这两个 棋这两个 扑啊 打啊 这都一样 那黑棋呢 根据情况 可以吃这两个 可以脱鲜 这是一种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比较被动了 大部分情况下呢 白棋会团这个 黑棋 爬 立 就是这个棺子了 现在不能接 你接它 接黑棋都死了 所以黑棋只有断 白棋打 成了这样一个棺子 这是这个棺子 常见的情况 这样呢 白棋木就损了 白棋木比较少 那就不如虎这部 虎这部的话 一般 一立 点不点都一样 点它顶 立是先手 给它接 打跟接 这是一样的 打的话 它有个扑 那木树 木树更少 你现在提了 给它一打 还得做活 所以直接接住 一二三四五 这样呢 白棋是五木 立的话 给它一点 这就损木了 一点就有棋了 如果靠住 这是一样的 靠呢 它一个是断这个 靠的感觉就有些问题了 因为你接它一断 这样很糟糕 白棋 白棋可以打这个 打这个呢 黑棋吃这个 这样黑棋吃这个 是先手了 这还有跑 所以靠啊 这些感觉都不行 这只有顶 顶完了呢 它就有个跳 看出点 顶跳 所以这个型的点是有棋的 所以这斑呢 不要立下去 这是一个棋型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边这个 下边这个呢 是煤棋 那么黑棋呢 白棋呢 是活的 你点这个 它能接 你尝 它有斑 你度过是没有的 你度过它打 这是接不归 那你也不能吃这个 你吃这个 它吃这个 你提了它一打 这是个胀骨牛 这也不行 所以本身要吃它呢 那是吃不掉的 这个不行 那其他就没有了 那其他就是夹 夹这一步 夹这一步呢 白棋如果立 那还是有麻烦的 立的话它再顶 那你这束接 它就弯 这棋死了 你白棋走这一步 它挤这个 这样这块棋呢 是死棋 所以黑棋一加呢 白棋也不能立 这棋白棋呢 就一步尖 尖是好棋 它还是度不过 度过的话 你就打 它挤呢 就接 这样没用 跟刚才还原了 还是度不过 但是这个时候呢 它可以度 这束在度 那你打 它就接 这还得补 这样呢 将不补的话 这一打 就要出问题 那它还得补一个 不管补在哪 这补打是先说 一二三四 这样白棋呢 就只有四母棋 这是正确的下方 你如果走别的 比如说斑 它挡 它挡 现在挡的话 你打这个倒是还原了 它也不敢提 提了的话 你打 它接住 你一接住 这还是死了 但是 当然你要是退 那就还原了 它一接 但是你搬的时候 它有个弯 弯是好手 那它打是先说 一二三四五 这样它是五目 刚才呢 就只有四目 白棋一二三四 这样就差了一目 关子阶段的 差一目呢 差的还是不少 所以这是应该先加 等它煎的时候 它不能走别的 再度 再度 打接住 它吃 这是正确的下方 这是正确的下方 吃这个跟吃这个呢 都是一样的 这两个 现在的情况一样 不要搬 那水手一搬的话 是不行的 水手一搬 它有个弯 一二三四五 这样就白损一目 其他的其实没有的 你点这个 它弯这个 度不过 你冲它团 度不过 你点这个也没用 点这个 它挡住 这下呢 送的更多了 你肩它接住 你团它扑 你提了它打 所以点这个是不成立的 点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点这个 它一弯 也回不去 这个都损了 所以这就正确的下方 就是走这个 它力也没有 搬也不行 所以它只有肩 只有肩你再度过 是正确的下方 应该肩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上边这个棋 上面这个棋呢 肯定是有棋的 这个局部 但是说呢 怎么样走好 是木树的便宜 比较留意的呢 就是要 这儿呢 有个搬栓先手 这个搬呢 是个后手 这是要注意的 所以这样呢 你就要想着 我究竟能来吃哪两个 那如果普通 那点进去 看看怎么样 点进去 搬 这个呢 感觉呢 它很大 感觉很大 但是它应该说呢 也还是不能虎 因为虎的话 你搬 它不管是接呀 还是虎啊 你这冲了 冲了一弯 它就死了 所以你点 它接入 你搬 但是你搬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不要了 你现在搬这边 你就搬这边 看它走什么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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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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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很危险 它还是不行 它断了 你有打 接了 你有煎 这小它死了 它吃的话 你有一般 提了提了 打接 这样它正好死了 这样黑棋死了 所以单斑 它如果接 你再点 它接 你再斑 眼位是很麻烦的 要做活虎不行 虎背一冲 接的话这个形状是死的 爬哪边都死了 爬哪边都要死 你加 因为你加的时候它有打 你真好不行 你退它接 你这个形状是死的 你吃这个它爬这个 你不加也没有好办法 你打这个它接 这样要死 你打它接 这个齐形的是死形 所以单斑 单斑它不能接 不能接 不能虎 只有走这个 你就可以把两个吃掉 现在已经活了 斑接团做 但是吃了这两个 把这个斑斩没了 这个白气有缺陷 不要斑这边 这边小一些 你斑这边看上去是一样 但斑这边它可以虎这边 你这时候吃这个 那是后手 你这时候吃这边 这样它这边是活的 再看其他的下法 这去挖 很多人想下的 那就是挖 挖它吃 你这时候再打 这是有齐的 打这个 接住你力 给它提 它要打 这还可以 你我打这个 它提了你一吃 这样白气都死了 但是你力这个的时候 它提这个 你还得吃 这样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黑气木数损的比较多 黑气反而损木了 所以 那么一挖 它打 那再看来其他的 这时候呢 它再打这个 再打这个 看它走哪 它现在不能提 提力打死了 它只有接这个 这时候你再打这个 这比较难办了 现在它比较难办了 它不能接 接了呢你提 这样白气死了 打你就接住 这两头都不入气 立斑 这样白气那两头都死了 所以你打这个 它就只有提了 只有提了 你再打 它就接住 你把这个吃了 这样是先手 那白气立这个 一二三四五 这样 它是六目 但是黑气呢 把这个呢 是先手吃掉了 这个先手吃掉了 这个结果呢 就比单斑要好 因为单斑呢 是后手 现在呢 是先手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不是六目 因为收这个关子的时候呢 应该说呢 还是说 抢个 黑气呢 抢个先手呢 重要一些 所以实战要看 是单斑好 还是单挖好 不要断这边 断这边损了 因为断 它就打 你打 它提 还是这样 你打 它接 你这时候你吃这边 那它立这边 这样的冲冲 就能多冲两个 就能多冲两个 这边一冲一立 只能冲一个 这边一冲一退 再冲 能多冲 多冲一个 这是这样的一冲 这样差了一二 这地方差了一木 两木 三木 一二三四五 这是五木啊 这边一二三木 这样呢 配齐走这头呢 亏两木 所以这个心呢 正确的下反 那就是要挖 那它吃这个 判断清楚该吃哪边 就是要吃 这头 因为这边两个呢 更加重要点 吃完吃 然后再打 把这两个吃了 这两个呢 比这两个呢 差两木 所以细小的地方呢 还是要多加注意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研究观泽 我们来看这个形状 看这个旗形 这个旗形呢 是经常容易见着的 这个脱退 小木高挂 脱退接 这个形状 或者呢 有的时候是 高木一挂一飞 那脱退完 那下成这个样子 这个呢 白旗立着了 这个黑旗立着了 黑旗把这头半钻了 这头半钻了 就成了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呢 我们就得看看 这里边有没有旗 看看这个形状有没有旗 这个形状 第一步 那肯定 这个位置 那在这儿不行 在这儿给它一虎 它眼形就比较好 那显然是这一步 让它靠 再扳 这个还是这个棋呢 比较简单 现在呢 它如果团住 你就打 它接住 现在呢 已经 你只要收住气 里头就比较双活了 看它局部有没有旗呢 你主要是看了双方的眼位 一看双方只要都没有眼 它气是紧的 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是双活了 现在铺你提 它打就不入气 当然这步接到这儿也没有问题 这个棋呢 反而是白棋有一幕 因为打街 这儿有一幕 黑棋敢不敢打呢 是个问题 这步敢不敢打 要是不敢打 那这儿呢 反而有一幕 白棋有一幕 黑棋没幕 将来他还得走 他不走的话 白棋走这一步 那黑棋那更糟糕 那白棋有两幕 黑棋那没幕 这是中国规则 因为是属子的 这样实际上这个就等于一幕 这个就等于一幕 如果呢出国下的话 或者用属幕反 那这两个 那双活呢全部算幕 那这个就没有幕了 双活全部算幕 如果算幕的话 一间 如果用中国规则的话 这地方白棋有两幕 还是很大 当然黑棋找个机会呢 打掉吧 那靠他扳 立 这有挤 切住不行 一段 那就说黑的死了 这样黑的不行 那样就没什么招法了 现在黑的 没有好办法 这扑提的打 被人家提了 没棋 那就接住 白棋冲 接 这样白棋是先手双活 黑棋没棋了 吃不掉 那么黑棋这棋看来还不如粘呢 粘的话它一般 不管怎么这样的 黑棋还是先手 这样是双活 这个里边有棋 比较简单 有部分点 下边来看这边这个形状 看这边这个形状 普通呢 你冲 当然不能考虑了 肯定都是属手了 冲它接 挤 下好点挤 但是挤还不行 你现在挤呢 他走这个 他木数还挺多 不要接 接的话 他先手挡 这里边三木 干脆走到这儿 给他挡了 你还是做活 这样一二三四木 这样四木 给他挡 注意这棋不要立 随手一立 不好 随手一立 他有两个结材 你应该弯在这儿 将来打结的时候 白棋就只有一个结 不管走呢 打结 这只有一个结材 你退在这儿 一扑一踢 一扑一踢 这样是两个结 那这棋呢 就要想办法看看呢 有什么好的办法 一个第一杆 这种棋经常下的 那就是一步靠 这是长下的一步 靠呢 他如果打 你这有个挖 他照有紫 他气是紧的 他只有吃 吃你打 他如果提 你这时候可以打这个 现在黑气气呢 都是紧的 这样他吃你提 黑气呢不能接了 所以所有的气都是紧的 这样他不能接 这是黑气气紧 是他的一个主要缺点 那你靠他 如果挡这个 那么白气呢还是挖 他打 你又打 他不能提 提了你断 这样黑气呢还是都死了 所以你靠一个 他还是比较麻烦的 他没有好办法 他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一冲 这样死了 接住的话 你再冲 你接一爬 这样 那不能接肯定的 嗯 挡的话呢 他有挖 打打打 这样死了 所以还是比较难下的 你靠 他只有挡 挡呢 是正确的 挡是最好的下法 白气 挡的时候呢 再挖 黑气呢 吃这个 黑气现在呢 只有吃这个 现在白气呢 爬不回去 白气爬不回去 也不能走别的 白气爬的话 黑气一打 就把它全吃回来了 因为你吃他提 这一下子提三个 全提光了 所以现在黑气呢 白气就只有打这个呢 黑气提掉 这个是正解 白气根据情况 要不要来提这四个 这黑气活的就比较小 所以正解是靠这个 它挡 不能挤这个 因为挤这个的话 它接住 你现在冲它就接住 你再拐 这样是后手双活 后手双活 这样吃亏了 后手双活的话 就还不如把这四个提了 所以再挖 它吃你就吃 它提了 你提了 一二四六八目 它是三目 等于呢 有五目 白气呢 等于五目 这减一目 不到点五目 其四目强 如果双活的话呢 是双方没目 这样白气呢就亏了 亏了四目多 所以这气应该先靠再挖 正确的下方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呢 跟这个旗形呢 有一点像 那当然第一杆 打吃 打吃它虎 提了 现在没齐了 提了它打 这样呢 这个里边没有齐 靠它去接住 黑气有眼 白气没眼 那这个里边是没有齐的 墓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黑气八目 八目齐 那白气呢 要数这儿有几目 这儿呢 曾经吃了两目 那这个地方的墓数呢 一般说来 算成是这样 算成是 大致是这样 那么白气在这儿有一目 但是呢 白气有一目 黑气有一目 那大家抵消了 那在这个位置呢 双方都不算墓 墓数上 双方不算 从子上说来 白气吃了黑气两个 所以白气这儿一共有两目 白气有两目 白气两目 那就是当黑气这儿不算墓 白气这儿也不算墓 所以这儿有两目 白气是吃了两个子 但本身围的这个 看成这样 还等于这儿围了一目 但是呢 你这目不算 他这目不算 所以就抵消了 谁也不算墓 但是白气吃了黑气两个 所以白气有两目 那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目 黑气八目 减去吃掉的两目 这起黑气在这儿呢 一共是六目气 是这个结果 感觉上呢 是不是很满意 我们来看看别的 那这起点 这不是要点 你如果现在挡 那他再打 现在就不一样了 你接了他提 提了的话呢 黑气当然是只有 黑气当然是只有接上了 那黑气把它接上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这儿的目数 白气呢 把这个接 白气这里边是没有齐的 白气接 黑气呢 下一步要补 不补的话 给他一扳 那里头呢 还有双火 现在你吃他就接 这还是双火 所以白气吃白气就接上 那黑气打 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 数起来呢 还跟刚才结构比呢 还是七目 但是呢一二三 那白气这儿得了三目 吃了两个 吃了两个还围了一目 所以白气三目 这样就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减三 黑气呢这儿就有四目了 那个刚才比较呢 这个结果呢 白气便宜的三目 单点的这个样 比刚才便宜的三目 就单点比单打吃便宜的三目 因为呢 减去这三目之后 一二三一二呢 黑气呢就只有四目了 直接走 白气直接走是没有齐的 那白气走 他不要搬 你走这个他有力 你现在不能挡 你挡的话他一提 这里边 这里边也就死了 所以他单力 不要搬 搬的话给他一扑 那还有点麻烦 你现在这个不入气 你提了他一接 这样就双活了 但是呢你立这个 他立这个 这里边呢是没有齐的 你搬也没用 你搬这个 他打这个 现在你接 白气接黑气提 这样这个里边呢也没有齐 这样下下去呢 反而损了 这样黑气 那这个结果就比较简单了 那就先点 等他挡的时候 再打 这样就比那个结果便宜 那你点他也 别的也不行 别的气也没有 他走这个一爬 走这个一爬 这都不行 所以这个结果呢是比较简单的 点这一步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结果呢是相对呢 也比较简单 不要冲 这个接但是靠 冲给他一挡 你搬他接 这个里边呢就没齐了 你再搬他虎 或者接 这个都可以 这个里边呢现在没有齐 虎也行 这个就跟这个形状 跟点腕角呢 这个常见的 是这个齐型了 这没有什么大齐 所以这个齐呢是要靠 他如果接一搬 这个就出齐了 接了接 黑齐有眼 白齐没眼 所以不用看 这肯定是有齐了 搬就打 接了搬 黑齐没眼 这样你靠的时候主要是看他搬怎么样 他搬的时候 你这有个段 这个段是好齐 这有个段 现在呢 他如果吃这边 你这就有吃 把这俩吃了 那他只有打这个 他打这个 你再打这个 打这不是关键 他现在无论是力 你就冲 那他打 你接住 这样白齐呢 这边跟这边呢 两头呢 就都不入气了 所以这个 所以靠他搬 那段是关键 他接了你打 这个地方呢 就有齐了 好 今天这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